伊南捷運B卡近戰 這是一旁富人 金劍男子的腰上 怎麼掛著好大一把槍 嚇得趕緊向服務台通報 站務人員一聽不得了 三步並兩步狂衝出去 攔住男子 何保全一同要他交出槍枝 就怕一不小心 捷運車廂上演 列車開槍時間 腰間配槍 閘口附近就有人在大呼喊叫 他手上有拿手槍 只是在揮舞上 地上怎麼有一個彈夾 非常驚嚇 直接趕快躲起來 他要平衡搭車 因為他帶了一隻 你這哪裡來的 我只是帶背衣彈 我也遮起來 我也配合他 你要不要冷靜一下 說自己帶的是玩具槍 從腰間把槍拿出 放在桌上 還是令不少民眾 看到又夠驚嚇 就連包圈也拿著盾牌 不敢大意 警方火速把人帶回調查 畢竟捷運江子催戰 恐怖事件不斷 實在太敏感 帶小孩是會有點擔心 比較不會划手 現在坐捷運都會特別注意一下 附近的狀況 因為這邊到龍山是距離最遠 所以這段如果有什麼事 其實是比較危險 從政捷事件開始 江子催戰頻頻出事 民眾搭車不免心 驚驚 而這次四十歲 王姓男子公稱空氣槍 是前一天到文具店購買的 覺得帶著很帥 二十二號一早 到江子催應徵工地臨時工 就一路掛在邀寂 但他工作沒找到 喝了酒正要回家 才近戰就被民眾通報 無辜攜帶玩具槍 恐怕埃罰最高一萬八 只是近期捷運驚悚事件不斷 警方不只針對江子催戰 在每小時進去巡遷 更加強了兩倍警力 共三十一巡邏班次 增加見警率 就怕模仿效應 又在捷運上演 記者黃天耀 黃玉蘭 先維持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 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